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展示一下 今天是酒足饭堡 刚从一个牧民朋友家里回来 这是我们在香格里拉 第18天了吧 对 明天基本上就打算要离开香格里拉了 今天刚去我们认识的香格里拉的一个牧民朋友 在他家里吃了好几顿饭了 今天最后一天我们买了些东西 在这边 然后他送了我们一些东西 所以呢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拿了些什么东西 这可是最地道最正宗的 对 我们拿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他们自己也在吃 他们也在吃 对 动手做啊 动手酿的酒 我们看一下我们桌上的东西 看这一块 这是他们的酥油 我今天看他们做了 放在桌上大概有四块这么大的 还有两块小的 昨天刚做的就是 谢谢他们自己吃的 这个呢 是 藏香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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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经历 风干的 很有意思了 他们是在他们房子 住居住的房子的三楼 阁楼里面 在分干 今天我是跟他一起上去的 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吃的那个 这是今天吃的这个他们自己做的这个饼是用那个做酸奶上面那层水 对酸水他们叫酸水 他们叫酸水做的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面粉 他说是他们当地的小麦的面粉做的 特别好吃 我吃饭的时候 我一夸这个好吃 临走的时候 剩下的全给我了 然后这个呢 是 青柯面 青柯面 这青柯面就是熟的 他们是炒熟的 炒熟的 特别香 哇 香得不得了 非常香 这个可以直接就是 做酥油茶 或者是 用奶渣什么 家里开始 他们在酥油茶里面就吃了 他们这边是这样吃的 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吃啊 然后呢 先看这里 先看这里 好吧 这个是香菇干 不是 这是松茸干 松茸干 这松茸干呢 是今年新采的松茸干 烘焙出来 对 他这个可以看到都是没开花的 是非常好的 这个松茸干 这个香 这个松茸 现在这个香菇 松茸干的价格是 2000 2000一斤 对 这里大概买多克 这是半斤 所以买到50克 对 然后呢 这是他们送我们的 那个几个酱 两个 松茸菌和这个松茸菌 也是可以拌面拌饭似的 然后另外这个是那个 松茸菌松茸 这是一般的那个菌 和那个松茸比的话 它比较一般 但其实它也是非常好的 对 它那个做那个炖 对 烧汤啊 这个也是要将近四百块一斤 三百八好像四百块 嗯 然后呢 我买了一些那个 牦牛 牛肉干 牛肉干 对 这是原味的 这是一个传统做法 这是一个乳汁的一个做法 嗯 这个呢 是风干的 这是风干的 风干的原味 这是原味的 这个是特别特别硬 但是一嚼也像 对 然后最后呢 这是 这是十斤的酒 问他们 每那个朋友买了十斤 这个酒呢 青柯酒 是青柯酒的 做的鸡酒 青柯酒是他们自己用青柯面酿的 青柯酒做的 做鸡酒 然后呢 他们放了这个松茸 好香 这个松茸 巨大鸽 这是松茸 我刚到营地的时候 就是他们刚从山上踩下来 大概有三个这么大 这三个 就是说我拿了两个 因为我来的它十斤酒 这个酒就是用这个 青柯酒 做鸡酒 泡出来 泡的 然后这个泡过 这个松茸在里泡之后 这个酒带有一种松茸的那个倾向 非常 特别 好玩 对对对 至于好喝不好喝 是郭先生说的 非常好喝 他说好喝 对 明天我们再去买一个大瓶子 把这个松茸 浸在这个酒里 这是今天的这些收获 对 这是我们去从赵明家里的一些收获 这些收获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呢 都是非常的 非常地道 他们自己的就是没有什么添加物啊 什么之类的 对对 非常自然的一些东西 对 他们自己也吃了同样的东西 就是 我们在他们家吃过好几次饭吧 他们这个藏民啊 朋友特别的实在 人特别实在 对很淳朴 对 很淳朴 对 然后就是 这个是一种非常有信仰的人 是的 所以呢 我们很乐意和他们交朋友 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 嗯 好的 有 谢谢大家 然后 有问题 或者甚至于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和联系我们 啊 你要卖吗 哈哈 你要带卖吗 对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们想办法操办 哈哈哈哈 好的 好的 好 就分享这些了 好 谢谢大家 嗯 拜拜 拜拜